江西景德镇是千年磁都 过去就吸引了台湾知名品牌法兰茨进驻 不过也有台湾的白领舍弃高薪工作 到景德镇从零开始学起 花了四年时间也打造出了自由品牌 高家虎林亚兰在江西报道 世界知名磁吸品牌法兰茨 当年的海外生产基地选在景德镇 看上的就是这座磁都累积千年的文化魅力 而当地官方现在在积极推动转型 希望将设计这块领域发扬光大 来吸引更多具有创意的人才 其中来自台湾的王戴萍 就抛下他原本的白领工作 来到景德镇追逐他的梦想 会说也会做 来自台湾的王戴萍满口陶瓷金 不认识他的人 很容易以为他是位经验老练的老师傅 其实王戴萍接触陶瓷前后不过四年多 从零开始慢慢学 创业到自由品牌诞生 凭借的就是心中一股热情 希望能够透过自己的双手来做事情 但是也不是很确定到底要做什么 那到了景德镇之后呢 发现瓷器是一个很吸引我的东西 所以我才当下决定了要开始从零开始来学习 从泥巴变成真正的瓷器 他会说的 那他会说的比例呢 要看你的这个原料的这个特色 一个陶瓷从无到有 每个步骤王戴萍都如数家珍 原本在外商公司服务的他 经常在欧洲各国跑来跑去 现在自己开工作室 敲键盘的手变成用泥巴来创作 他一开始因为每次碰每次坏 所以我都不敢让他碰 来自英国的Guy Thompson 是王戴萍的合伙人 两个人在景德镇 租下这间约60平大小的独栋公寓 花了三年多时间慢慢摸索 直到今年三月才终于开始有收入 这边也有一个可以让手下去 扶住拿起来的这一个动作 那这个就是要透过使用上面 才知道在什么地方 他必须要怎么样的这个改良 产品设计讲究实用性 从拿取到清洗 甚至容量都经过计算 白领商班族当起陶瓷工匠 做事很有自己想法 挑地点当然也不马虎 为什么选择景德镇呢 其实景德镇对于其他的中国的这些 也做瓷器的这个城市来说呢 他有他一个固定 他有他一定的这个地位 和他的这个信力 这里的这个工艺的特色特别强 有人的这个这个氛围特别重 看准景德镇累积千年的陶瓷文化 虽然卖的是日用词 但工法图案到色调 每个环节都看得到艺术词的影子 右中彩它可以近似于一般 这个传统的工笔的这种手艺 每件作品都是画师一笔一笔画上去 再用少见的右中彩工艺装饰 因为费工单价定在800到1500元人民币 目前单月销量约200个 刚起步能有这样的成绩 给了王黛平很大信心 在大量生产的这个世界里面 有很多人可以做很多很大很快很便宜 但是很多很大很快很便宜 就会把这个社会带到了同质性 当同质性变强的时候 我觉得它的这个有趣度就会变低了 工作室人力只有10人左右 主工设计的王黛平 大小事随时都可能得自己来 创业前年薪高达台币400万 放下身段后还得习惯景德镇的销售模式 景德镇的瓷器店白天都在忙着制作商品 所以晚上才是他们的营业时间 像是这条500公尺聚集了大约100家店的陶艺街 到了晚上七八点才是他们开门做生意的时候 这是一款纯手工的一个盖碗 整条陶艺街越夜越热闹 甚至还有夜市小贩在后头接力摆摊 各种类型价位的瓷器 来这里几乎都能找得到 也就是这样的氛围成了王黛平追逐陶瓷梦的第一选择 个人作坊是景德镇最常见的陶瓷生产基地 但其实早年定着宋元明清四朝官窑光环 景德镇是国营瓷场重镇 产值一度占全大陆20%以上 家家户户几乎都有人从事相关工作 大量依赖政府订单也让景德镇失去精进工艺的动力 更缺乏对市场的观察 产品同质性太高 价格跟着被压低 大陆改革开放后 在其他新兴城市竞争下 国营瓷场订单锐减 接连倒闭 千年词都也一步一步走向没落 然而景德镇毕竟是景德镇 延续千年的摇火 加上众多经验丰富的智慈工匠 不只吸引艺术家到当地寻找创作灵感 世界知名品牌法兰茨 当年同样抱着类似想法 进驻景德镇 千年来以单一产业陶茨为生产的城市 处处充满了创意 把艺术设计结合立体造型 并且融入花 鸟重授主题 早在2004年 法兰茨就到景德镇设厂 也是全球唯一的生产基地 产量占总体七成 把泥浆灌进模具 风干成型后 接着组装彩绘 庞大的生产线一气呵成 业者透露 在地人对陶茨的基本素养 在产品制作上 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让台湾团队擅长的研发设计 更有发挥空间 传统的瓷器也有它的特点 但是主要就是在 比较相对固定的这种造型上面 去做色彩的变化 但是我们是从造型上面 就呈现的是比较多变的 不管是大品牌 还是个人工作室 讲到陶茨 首先想到的就是景德镇 当地官方也紧抓着优势 积极转型 红砖瓦建筑跟高耸的烟囱 营造出老式厂房的feel 这里是位在景德镇的 陶茨川文创园区 前身是具有超过半个世纪 历史的宇宙瓷场 老旧厂房里的每一个隔阶 都有着现代化的装潢 陶茨川这里给了年轻人 到景德镇逐梦的另一种机会 而除此之外 这里结合了石、衣、住 还有旅游、娱乐等种种元素 也让它成了这个老瓷都的新地标 跟潮州、佛山相比 景德镇少了些商业气息 供应化程度比较低 相对保留了文化底蕴 将老厂房改建 打造综合产业形态园区 在保留遗址同时 做到再利用 希望靠文化拉动经济 用创意跟技术 走出另一条路 景德镇的那个道路啊什么的 都会显得很狭小 然后交通也不好 这边的推广做的也比较好 然后现在人流量也挺好的 除了逛陶瓷店也有书店、咖啡厅 就算只是进来走走拍照也好 陶西川企图扭转景德镇传统音像 吸引更多海内外人才目光 未来还会有第二个、第三个 让景飘族也能成为年轻人 创业选项之一 TV倍新闻 林亚南高家府 江西采访报道